欧洲掏空了家底援助乌克兰之后 泽连斯基还在喊话欧洲的援助要快 如此一来 俄罗斯或只剩下一张王牌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中文talk 俄乌战场春季大战即将到来了 作为这一年多来援助乌克兰的主力 欧盟是好不容易又凑了20亿欧元 为乌克兰买炮弹和其他武器装备 几乎是已经掏空了家底 本以为乌克兰会感激敌铃 结果呢 让人想不到的是 泽连斯基居然站着讨饭 甚至还喊话欧洲再快一点 据环球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喊话欧洲 要他们加快军事援助 并向乌克兰交付现代战机 他们要为一场持久战做好准备 欧洲应该快点复住行动 虽然泽连斯基的这番讲话中 一句威胁也没有 但资历行间处处却透露出威胁 欧洲已经适时介入了俄乌冲突 乌克兰和欧洲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即使欧盟才刚刚向乌克兰援助 100万枚炮弹 但泽连斯基仍不知足 他认为欧洲必须向乌克兰援助 战机和导弹 才能真正打倒俄罗斯 不少人认为 泽连斯基这番言论就是在上演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欧洲为了援助乌克兰 已经耗光了自己的武器库了 现在的军援都是中拼西凑的 乌克兰竟然没有半句感谢 反而还贪心的想要更多 与此同时 欧盟峰会也开幕了 这次峰会讨论的重点问题 就是谈援助乌克兰百万枚炮弹的问题 北约秘书长认为 要为俄欧冲突持久化做好准备 不过 虽然欧洲心理上很愿意支持乌克兰 奈何心有余 而力却不足了 长时间的军援 已经让欧洲身心疲惫 有些欧洲国家已经承认 自己无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了 有的缺乏库存 有的是缺乏劳动力 还有的是自身矛盾缠身 分身乏术 对此 俄联邦副主席梅德韦杰弗公开表态 西方和乌克兰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加剧俄欧冲突 让局势不断升温 由于俄军渐渐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乌克兰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 就开始催促欧洲加快援助速度 可这样的做法 只会把欧洲推到更加危险的境地 西方国家 以为这样源源不断的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 是在帮助乌克兰 殊不知 他们自己在营造一场灾难 又或者 西方其实是早就心知肚明 只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拖垮俄罗斯 幸好俄罗斯在核武器领域占有优势 否则俄罗斯一定会被西方撕成碎片 正因为西方的介入 世界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增加 俄罗斯如果只剩下这一张核王牌了 那么作为这场冲突的点火人 西方应该小心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